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技艺设备的安装分类 分为三种 一个叫整体式解体式和模块 这个很好理解 就相当于我们去买台式机 你可以买整体的品牌的 你还可以自己去装机 显卡升卡自己装 对不对 然后还可以买模块化的 就是做好的显示器 做好的主机直接拼到一起 所以我们的设备也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技艺设备典型零部件的安装 这个内容就是我说的 非常非常专业 就是一般年之后 教材越改越细越改越细 就是我们大学传统学的那些内容 它有一夜多 一夜半的这个样子 不到一夜半 连续161718 连续考了三年 都是选择题 所以你也防止它 未定 也许之后就可能继续考选择 也可能就不考了 也可能考安利 基本上把齿轮啊 连终器轴层都考过了一遍 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实在听不懂 也没关系 它这个内容有点专业 但我们会放很多图 我们看一下 点心零部件安装 是介绍安装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轮系装配 即变速器安装 连绸器安装 我们看 轮系装配 即变速器安装 二 三 连绸器 四 滑动轴程 五 滚动轴程 安装 轴和套的冷装配 热装配 也就是加热的方法 和支冷的方法 给它装配上 这就是我们用热胀冷缩 这个自然现象 七 液压元件的安装 八 气压元件安装 九 液压润滑管路安装 如果它把这九个展开 你得封 所以它也只是选取了 尺轮 连轴系和轴程 这三个 只选了前三个来给大家讲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尺轮装配要求 什么叫传动 就是把动力给传递 传递下去 我们看一下 尺轮装配时 尺轮基准面 端面与轴间 或定位套的端面 应靠紧贴合 这个可以理解吧 就尺轮要贴合 要不然它如果松松垮垮的话 容易伤害到我们尺轮 然后我们尺轮呢 还分尺 尺根尺顶 对不对 这地方我们就不展开了 你看一下尺轮 它就是通过两个尺的镍合 就镍合 镍合来传递力的 镍合 然后且用0.05毫米的塞尺 检查不应塞入 这个塞尺是测什么 测尖细的 测尖细的大小 那么我们尖细有0.05的 有0.03的 你记住这个尺寸就可以了 它要求是0.05毫米的 塞尺检查不入 就是保证它们的尖细 是不能大于这个 基准端面与轴线的垂直度 应符合传动要求 我们就给大家看了 这样的一些尺轮的一个食物图 尺轮有不同的方向来进行传动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的 它在同一个轴面的 同一个轴面的 还有这种的垂直的垂直传动的 就是尺轮的传动 既可以加速 也可以减速 还可以改变方向 如果人类没有发明尺轮的话 我们目前这些介绍 应该都是用不了的 都是用不了 它在我们生活中各处都可以见到 比如说我们汽车里边有大量的 所以尺轮 我们换哪个时候 你都是通过这个 不同大小尺轮的涅合 来传递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相互涅合的圆柱尺轮 我们突然这个就是圆柱 圆柱尺轮负 什么叫负 一对 一对就叫负 圆柱尺轮负的轴向错位 应符合下列的规定 当尺宽小于 尺宽也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尺宽 尺宽小于等于100毫米 10公分的时候 轴向的错位 因小于等于5%B 就是5%的尺宽 所谓这个轴向错位 这个图有点 我难以解释这个东西 就是左边这个齿轮 和右边这个齿轮 沿着这个方向的错位 沿着这个方向的错位 就是我们垂直于屏幕 垂直于屏幕的这个错位 要小于等于5%的B 如果尺宽大于100毫米的时候 轴向错位 直接就是小于等于5毫米 都是两个5 有一点印象 记住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齿轮的 轴向错位的数据要求 再来第三 这个压迁法考过 考过一次选择题了 在17年考过单选 他说用压迁法检查 齿轮的涅合间隙的时候 他怎么考的 他说压迁法 不是用来测间隙的 压迁法 是用来测 我们这个接触的 好 那就错了 我们待会看 怎么来测接触 这个是测间隙 迁丝直径 不宜超过间隙的三倍 迁丝的长度 不影响于5个尺距 延尺宽方向 应均匀方向 至少两根迁丝 所以有三个数据 对不对 三倍的间隙 5个尺距和两根迁丝 我们也是要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意思 什么叫压迁法 就是我们用这个迁丝 迁丝有个特点 就是非常非常的软 非常非常的软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这个尺轮中间 两个尺轮中间 让它滚过去 压过去 然后 这个它不就是软的吗 就压扁了 压扁了之后 你再来测 这个迁丝的厚度 以此来测 它们的间隙 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了 然后 他就要求了 这个迁丝 你不是说什么迁丝都能用的 不能太太粗了 太粗就塞不进去了 不宜超过间隙的三倍 然后长度也有要求 不能太短 你就没办法测量了 然后要放两根 取一个平均值 这是关于压迁法 你知道它是测间隙的 一千年考过了 他就问你 压迁法是用来测什么的 测间隙 因为它很软 压变形的时候 我们可以测 这个压变 变薄之后的 这个钳的厚度 这个厚度就代表了两个齿轮的阶细 好 再来第四 是不是很专业 都是我们机械传动鞋的内容 用测色法来检查 传动齿轮涅合的接触斑点 应符合下列的要求 好 什么叫测色法 来检查的是接触的斑点 也是我们看这个图二 测色法涂在谁的身上呢 是将颜色涂在小齿轮的身上 然后在轻微制动下 用小齿轮来驱动大齿轮 使大齿轮轮转动三到四圈 以此来看他们之间的接触面 接触面 我们这个图里边 这个颜色你看到了吗 就是接触斑点 为什么我们要检查这个接触的位置 因为我们不希望 它的接触点 太靠上或者太靠下 既不能在持顶 也不能在持根 如果你在持顶或者持杆 时间久了之后 非常容易疲劳折损 齿轮容易断 最好的位置就在 中间最胖的那个位置 最胖最胖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说的 侧侧面的中部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齿轮的图 它有一个跟它相切的圆 最外面那个是 最外面的持顶 然后最里边的是持杆 中间的那个位置是 是侧面的中部 然后都连续考了三年了 17年考的是齿尔 18年考的也是齿尔 然后16年考的是连动器 18年也考了这个轴承 确实是很专业的一个内容 好 然后我们来看 它这个里边 所以它要求接触的斑点 为什么我要测这个斑点 用小齿轮带动大齿轮 让它滚起来呢 因为我要看 接触在哪的 基本的太高 也不能太低 在中间这个位置 圆柱齿轮和涡轮齿轮 我们扶上这个就是涡轮齿轮 刚刚的这个就是圆柱齿轮 它圆柱的 等边的 两边都是一般宽的 这种就是涡轮的 它是斜的 它是斜的 这齿轮是斜的 一边圆大一点 一边圆小一点 是这样子的 你看没 应趋于尺侧面的中部 圆锥齿轮的接触斑点 应趋于尺侧面的中部 并接近小端 齿顶和尺端 龙边不应有接触 这就是这些话的意思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再来看轴承 装配的要求 这个轴承 有点可惜 又是洞图 我们图里边都有一些洞图 它展现不出来了 如果右边这个洞图放大的话 你就能看出来 我们先来念一下这句话 再来解释一下 它说 滑动轴承的装备 这是滑动轴承 轴颈与轴瓦的侧间隙 可用筛实检查 单侧间隙 因为顶间隙的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轴颈与轴瓦的顶间隙 可用压迁法 又是压迁法 来检查 千丝直径不宜大于顶间隙的三倍 哇 也是读了半生 不懂什么意思 好专业 什么轴颈 什么轴瓦 什么侧间隙 顶间隙 这是我们的滑动轴承 滑动轴承呢 我们可以看右边这个蓝色的图 它如果动起来的话 它底部 这是它的底座 我们从这分开底座 上面的那个呢 像瓦片一样的呢 就叫轴瓦 轴瓦 中间黄黄的呢 像个套圈一样的呢 叫轴颈 所以它们是通过螺栓这样 给它装备上的 然后是可以滑动的 中间这个轴瓦 它没有完全固定死屁滑动的 然后它们组合之后的样子 我给它放大一下啊 给大家画一个这个测试图 测试图 是怎么样的呢 上面一个圆 这个是轴 哇 对不对 下面一个 这个是轴成座 灵魂画手 然后最中间的这个呢 是它的走颈 所谓颈颈 颈脖子 好形象的 像脖子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圆柱 所以它是这样子一个 一个接触的形式 所以你会发现 它不是完完全全 一般大的一个圆 它不可能完全一般大 所以呢 我就需要知道什么呢 我在放大中间这个圆啊 中间这个圆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大圆 一个小圆 我画的比较夸张 因为它受重力的影响 它一定是往下往下走的啊 往下走的 所以我需要测最上面的这个 这个尖细 这个地 这个地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顶尖细 侧面的这个 叫 侧尖细 然后他就说了 用什么方法来测 顶尖细呢 用什么方法 直接用 轴紧轴把的侧尖细 用的是塞尺 我们刚刚跟大家讲了 那个塞尺很小一小一个 它是用来测尖细的 有0.03的 有0.05的 然后顶上这个呢 就用压签法 刚才讲了软软的签丝 给它压一下 然后他就有要求了 测尖细 是顶尖细的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为什么 肯定是最上面这个大了 大地 更大 下面这个小地更小了 有一个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关系 然后 顶尖细呢 签丝的直径 不大于顶尖细的三倍 好 这是我们这部分内容 是不是也非常非常专业啊 这个点也是 我看考过没有 嗯 18年考过 他就问你 这个测尖细 用塞尺还是用切丝 是不是很专业 这个内容 连续考过三年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再来看滚动轴承的装配 刚才那是滑动轴承 这是滚动轴承 每个效果好 要要说从这个润滑性来说 滚动轴承更好 因为它是点接触 你看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钢珠 这钢珠啊 钢珠 里边那个那个 跟它接触的 和外面接触的 好 这个轴承什么时候用 什么时候用 其实非常常见 比如说我们的轮胎 我们的轮胎 我们车轴 车轴 车轴是不动的 它里面的那个 是跟我们车轴相连 也就是你看 它里面那个内圈 跟我们车轴相连 这就连上了一根车轴 外面的这个外圈呢 跟谁相连 跟我们车胎的轮毂 汽车车胎的轮毂相连 这样就可以跑起来了 所以人类很聪明啊 他用了这种方法 又是钢珠的这种摩擦 摩擦力非常非常小 非常非常润滑 这样我们就给带动起来了 车子明明在滚 然后把我们整个车身带起来了 所以在很多地方也是很常见的 然后装配方法有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轴 安到这个轴承里边怎么安 就是我们涂上这个轴 你看它正在安这个轴 这个轴怎么安到这个轴承里边的 有方法有 一压装法 二温差法 所谓压装法 就直接用外力给它装进去 所谓温差法就是我们说的热胀冷缩 可以冷装配 可以热装配 怎么冷怎么热 把轴给制冷了 它缩小了 可以装进去 把轴承加热了 它膨胀了 就可以装进去 也非常专业 你要不知道就算了 就无所谓 那些是我们在隐身的内容 什么叫温差 你就知道它热胀冷缩 就能装了 而且你要知道 轴承一定要什么连接 这个解释书上没有的 我们就说 我们 这传统里边一个叫过赢 过赢配合 过赢配合 还有一个什么配合 大家知道吗 赢过赢 应该是后比 过赢配合 还有一个叫 还有一个叫 间隙配合 那我就问大家了 你这个轴承 轴和轴承之间 是过赢还是间隙配合 为什么要用压装和轴 问它吧 过赢配合呀 过赢配合呀 也就是说 他手上拿的 这个这个轴大 红小 轴大红小 套不进去 他才要用压装法和温差法 是不是又是你深入理解了 不是死背的 他必须得过赢配合 好 好专业的 是不是 所以这部分内容 讲了很多 我也在犹豫 要不要给大家讲这么深入 讲太多了之后 你都 基本上是我们学基业设计 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了 好 继续往下 什么叫过赢 过赢就是刚才讲的轴大 同小 过赢 轴大了 孔小了 就是过赢 间隙呢 就是 轴小 孔大 这都是机械的内容 你要不理解 就把这句话背下来就可以了 压装法和温差法 好 我们继续往下 括号二 轴绳外圈与轴绳坐孔 在对称于中心线120度范围内 与轴绳盖孔 在对称于中心线90度范围内 因均匀接触 且用0.03毫米 这是0.03了 前面的这个区分一下 我们在这个尺盒里边讲的0.05 这个更细了 塞尺检查 间隙更小了 塞尺不得塞入轴绳外圈 宽度的三分之一 括号三 轴绳装配后 平转动力和 灵活 这句话读了完全没读懂 是不是 什么120度90度 我们画一下图就知道 这个图有点小 我给大家放大一下 就是 这不是我们轴绳 他就说轴绳的外圈 与轴绳坐孔 在对称于中心线 120度范围内 与轴绳盖孔 在对称于90度范围内 好 我们画一下 就是 这是 这不是中心线吗 也就是120度 120度大致就是 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这是120度 他们之间要接触紧密 这个地方要接触紧密 然后上面 在90度 这个位置 要接触紧密 要接触紧密 这个90度 这个120度 其他左右侧面 我就不要求了 明白了 一个是底座 的接触 一个是盖孔 的接触 底座是120度 顶部是90度 要均匀接触 左右 我就不要求了 理解了吗 是不是都很专业 这部分内容 好 我们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然后 我们看第四小条 就是我们说 很重要的这个点 考过四次 二键 考过六次 加到一起 考了十次的 这个点 关于影响 设备安装精度的因素 好 其实我说就一句话 总结起来 人积料 法还 我再总结一句话 就是人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我们 这个世界上 都是由人制造的 全是人造成的 所以精度 精度不达标 那不就是人造成的 但是 他给他区分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 有哪七点 简单来说 我们怎么拆啊 我把这七点 给大家总结到 一个表格里边 总结到一个表格里边 那就很清楚了 是不是 对着你的教材 六十四页到六十五页 大标题和第一句话 你看一下 我把第一句话 都列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啊 他考大标题 就考这几个大标题 后来考大标题 下面的第一句话 再后来考第二三句话 再后来考第四五句话 就基本上到处都考过了 都考过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他什么意思 就是说 把所有人的责任 都摘了一遍 都摘了一遍 比如说影响因素 第一个设备基础 谁的责任 土建呢 对不对 设备基础有什么影响 强度不足 沉降不均匀 抗震性能不足 电铁埋涉 谁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 地铁 社会灌江谁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 地铁螺栓 谁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 这是我们的 也就是施工单位 或者就安装单位的责任 我们分别看一下 电铁的影响是 承载面积不足 接触情况不好 虚接了 设备灌江的影响是 强度不足 密实度不足 像他以前都怎么考呢 他张冠礼贷 他跟你说 设备灌江是硬度不足 电铁的影响是 这个密实度不足 就是他考下面的 这个主要因素 再来 设备制造 谁的原因 厂家的原因了 就是我们也解决不了 就是设备有问题 我们说 羊胎里边就有问题 你怎么安都不行 加工精度的影响 以及装配精度的影响 比如说 他是拆散来的 需要现场装配的 组装的这种 你装配不行 那也没办法 厂家自己 他主场的问题 测量误差 测量是谁的原因 还是我们的原因 我们的原因 然后 因素油 测量对象 计量单位 测量方法 测量精度 都有可能 可能你这把尺子是坏的 可能你用的 这个测量的方法错了 可能你的精度 没有选对 环境因素 谁的原因 老天爷的原因 是不是 老天爷的原因 也把它找一遍 基础温度变形 设备温度变形 恶劣环境场所 所以你看 把所有的原因 都给他找了一遍 这是他这讲到的 然后我们再来展开 一个一个来展开 一个一个来展开 就是刚才讲到的 第一个基础 我就不给大家一念 在表格里面念了 这个是考的不多 就考第一句话 后面比较重要的 你比如说 我们看 灌江也没有太多可以展开的 其中可以展开的是 括号大五 你要注意了 括号大五 二键就展开考了 二键展开考了 他考的什么呢 不考第一个大标题 也不考第二个小标题 设备制造是 加工精度和装备精度 也不考第三个标题 他考第四级标题 越考越深 越考越细 他这样说 我们看一下 说设备制造 那就产家的问题了 加工精度 装备精度 那我们看一下 有什么影响 第一 设备制造 比较达不到设计要求 对安装精度 直接产生影响 且多数问题 是无法现场处理 厂家的问题 我们怎么安都不行 对吧 因此设备出厂前的 质量检验 是至关重要的 好 这句话说了等于 没说没什么好点 下一个解体设备 我们说要到现场 你组装的这种装配精度 将直接影响 设备的运行质量 包括 我们看装配精度 包括哪些呢 这个可以考多选了 包括 一 各运动部件之间的 相对运动精度 二 配合面之间的 配合精度 三 以及接触质量 这是不是可以考多选了 好 二件没有考这个 他继续往下考 考第四级 他说 现场组装大型设备 各运动部件之间的 相对运动精度 又包括 一 直线运动 二 圆周运动 三 传动 这就是我们二件 18年的一道选择 你可把有些同学考懵了 但是我们也是讲了 记忆方法的 当时也给大家讲 很简单 记一个字就可以了 记动字 什么叫相对运动精度 也就是只有在运动的过程中 才看得出来 它的配合好不好 所以包括直线运动的动 圆周运动的动 传动的动 多简单 把这个勾下来 应付多选 就够了 二件已经考过了 所以我们最后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它的这个逻辑关系 像解体的装备精度 跟它评级的是什么 是加工精度 对不对 而它的上一级 他们的上一级是什么 是我们刚才讲的 制造问题 设备制造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下 装备精度又分为相对运动精度 配合精度和低运质量 相对运动精度 二件考过了 直线运动的动 圆动运动的动 传动的动 所以我想提醒大家什么呢 就是64业65业太爱考了 除了考选择考案例 他已经不满足了 他开始深入的考察 下面的一小句话 对考试要趁早 你像11年 13年 14年 考的都是八标题 就是 考大一考大二 他后来越考越细 你说看书不仔细 一代而过 基本上就没法做题了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考试越来越难的原因了 接下来了吗 我其实不是想单纯讲这道题本身 这个支点本身 我是想告诉大家重视 我们教材的一个出题的趋势 不光是这个点 他好多都是这样子 都是往深入的考 越细 越细节的考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再来看第三 设备基准线的安装精度 包括标高差 水平度 迁垂度 直线度 平行度 等等 好 就是往下 再来看跨大六 跨大六的测量误差 也是一个可以展开考的点 并且我们 意见已经展开考过了 你也要注意 大概可以展的点 也就是大五大六 大五大六大七 1234是没什么可展 就一段话 五六七是可以展开的 测量误差 对安装精度的影响 主要是仪器的精度 和基准精度 什么意思 你这仪器是坏的 你的基准是坏的 我也是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你说我要测身高 我们测设备 它的导平导致导比较高 我们要测一个人的身高 你就把尺子是坏的 那你测的肯定是不准的 然后你这个地面是不平的 你这个基准是有问题的 那你测出来肯定也是不准的 这就是他的意思 测量的过程包括 一测量对象 二计量单位 三测量方法 四测量的精度 这四个要素 然后我们再来看 主要形状误差 位置误差的检测方法 以及误差评定 这个点比较早 一年已经考过了 但是我还是给大家展开一下 因为它算是我们的一个小小基础 因为有个同学还不懂 什么叫圆柱度 以后我们还会再接触到它 所以我在这还是给大家讲一下 它一年已经考过了 形状误差 是指被测实际要素 与其理想要素的变动量 理想要素 主要形状误差 由可以考多选 直线度 平面度 圆度 圆柱度的 提示自己和自己比 有同学没懂 没关系 我们继续往下 我念完了 说完了再给大家解释 然后第二 位置误差 是指关联实际要素的位置 对基准的变动全量 主要位置误差 由平行度 垂直度 倾斜度 同转度 对称度的 提示自己和别人比 好 所以它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位置误差 一个叫形状误差 形状是实际的和理想的比 而位置的是实际的和关联的 这个基准来比 好 我们就给大家放一下这个图 如果你学会机械制图 你会看图 你也会画图 那你认这些就非常非常的容易了 那么看一下 你看左边这些是形状误差 右边这些是位置误差 你看直线度这样表示的 平面度 圆度 圆柱度 然后平行度这样 垂直度 倾斜度 同轴度 贵深度 有的我们也认识 对不对 跟数学符号差不多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意思 什么叫形状误差 自己跟自己比 你比如说直线 我们看这个图 这条线 我们说这个加工线 这条线 这个加工 这个东西 它是直线的 你肉眼看着是直线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显微信上放大 它绝对不是直线的 它是一个曲线 它是一个曲线 看见了吗 就左边这个图放大之后 它是一个曲线 这个曲线呢 它有波峰 有波谷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拿一个理想 想象出来的一个纯直线 跟这个波峰相切 跟这个波谷相切 它中间出现的这个间距 我们称之为T 就误差 或者叫公差 也就是我们说的直线度 看见没 自己的理想直线 和实际的这个直线相比 平面度跟这个意思是类似的 你看着这个 这上面看着是平的吧 你放大了之后 放到显微信上 它也不是平的 那也是个曲面 把这个曲面 最上面的部分 跟我们理想的平面相切 最下面部分 跟我们理想平面相切 它中间扎出来的这个T 公差 我们称之为平面度 圆周度一样的 你看它是圆的吧 你把它放大做 它是曲线 最外延的这个圆相切 最内延的圆相切 产生的这个误差 间距 我们称之为T 它也是一个形状误差 而所谓平行度 一定是有两条线 或者两个面 它们之间平和平行 所谓垂直度 一定是有两条线 或者两个面 产生的夹角 倾斜度也一定是 有两个面 或者两个线 产生的夹角 而同周度也一定是 两根圆柱 产生的 在不在一根轴上的现象 这个支点 你理解吗 理解就回处 没理解 无所谓 因为我们讲的太细了 讲太深了 一个就是 有没有参照物 一个是没有参照物 自己跟自己比 一个是有参照物 需要一个参照物 所以如果考到选择题 你是懂原理的 不是死背的 我就背下来 什么叫平面度 圆度 因为以后我们还会看到 圆度圆柱度的概念 那个时候 尤其是我们在学 气轮机的时候 学转子 他说要是圆度 圆柱度 那个时候 我再给你讲 你也轻松 我也轻松 我一形容 他这个圆柱度是什么部位 你就知道了 圆柱度 它是什么样子的 好 继续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 第七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的话 我们刚才讲的三个 一个设备基础的温度变形 以及设备温度变形 以及恶劣的环境场所 这个部分我也是要提醒大家 它是可以展开的 尤其是第一个 设备基础的温度变形 这一段话 例如你下去看一看 特别好记 他就说气温上升 气温上升 他就怎么样 他就上拱 上拱 你没有理解都可以 记住结论 他正向影响 上拱 气温下降 他就下限 这个原理也太简单了 就是他受太阳的照射 热胀冷缩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很好记 他是正向的 你把这段话看看 就我说他是可以考的 还没有考过 是可以展开的 因为我们说这个点实在是 比较重要 选择按理个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总结 总结在这个表格里边 还没有完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点 其他的一个重要的点 重要的考法是什么 刚才我们说他可以考按利 如果他直接问你请你解数 影响 说不安装 精度的因素 是什么 13年的考法 大部分同学都会 大部分同学都会 就把这几点背下来就可以了 因为本来老师就说 他很重要 对吧 还有一种考法是这个 跟我们19年 考的一样一样的 我每年都讲 结果19年就考了这个类似的 他有一种问法这样的 他现在问你 我有个压缩机 出现了震动 什么原因 我有一个机床 发热了 什么原因 我每年都讲 今年19年就考了类似的题目 很多同学就会了 有同学自己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点 他说这个数量根本就没有 压根就没有 这个这么结合实际 我怎么知道机床发热了 我怎么知道 还是什么机床 我怎么知道 这个压缩机震动了 什么原因 好 我们说了 第一个遇到你不会的 一旦问原因类的 是不是万能答案 直接上人家的法案 起码你可以拿一半以上的分 你总不能控着吧 控着就零分了 好 这是第一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 审题 他考什么 我们讲了无数次了 教理考什么 你就想压缩机 为什么震动 因为他进度不达标 正是因为他进度不达标 所以他震动了 正是因为这个机床 他位置不达标 真的不达标 他发热了 好 达这七点 你就得满分了 所以这种题 你一定要注意 不是一次两次出现的 因为二件也考过 这种题 我们称之为结合实际的题目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他就是用来干什么的 他踢掉一部分同学 踢掉一部分被死输的同学 就也没有下过现场 也没有理解书上的话 就光靠背书就来考试了 那实际上 你稍微的深入思考一下 都是书上的内容 这不是逃端的题 书上没有 但是他实际上考的是这个点 这个我们就提醒大家了 这种以后遇到 也可能是压缩 也可能是风机 还有可能制冷机组 你都没有见过的东西 还有可能是三联共机组 都有可能 你不认识啊 没关系 但是你要分析出考点来 就是要学会审题 要学会灵活的运用支点 不是死记的啊 能说耐磨写哪些那种 就这七点啊 大标题就够了 把大标题写下来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放心 你就把后面的每个的小 小第一句话写上 也行 也行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 嗯 这种灵活考法 还没有完 这个点我们还没有完 能说哎呀 七点太多 我记不住 怎么办 我再给大家提供一个 很好很好的办法 在这 我们找一个空白的地方 给大家画 这个方法我叫做画图法 就是我们能够确保大家 不丢任何项 它不七项吗 你记住七项啊 以前还有一个第八项 叫人的因素 它后来删掉了 我们方法叫什么 叫画图法 第一你画掉线 这个叫什么 哎 基础 你知道有基础了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地角螺栓孔啊 地角螺栓孔 然后这上面是地角螺栓 哎 我地角螺栓孔 地角螺栓 然后地角螺栓孔 地角螺栓 跟它中间穿插的 我就要放电铁 放电铁 是不是 你看 我基础有了 排第一 然后第二个电铁有了 排第二 第三个 灌浆有了 第四个地角螺栓有了 我画图画出来的 对不对 第五 我要跟它谁相联 设备啊 设备是落在这个电铁上面的 设备 第五有了 设备 对不对 设备 好 然后我要画一把尺子 这把尺子 我在这量这个设备 测量吧 六有了 哎 还有环境 环境 我画风 我画 吹风了 下雨了 哎 这七有了 是不是 这个我们叫做 画图法 确保我能够七个一个都不落的 把它记下来 你自己画一遍就会了 笔记 笔记 这个七个表格里边七个东西要容易一些吧 好 这个方法掌握的话 分析一 后面还有很多也可以用到这些方法 就确保你不漏达 而且你自己会画的之后 你还怕不会认吗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安装进度因素 也是讲了很很细啊 讲了很长时间 提醒你们一个考法呢 考大标题 第二个考法考二级标题 再往下面深入考 再来是打案例题 案例题呢 灵活 灵活运用 不是死背的 人家下次问你一个什么压缩机 风机 机床 制冷机 组 冷却塔 你都要会 不管是震动 还是发热 还是噪声 还是其他什么现象 你都可以归结为 进度达标 也都可以归结为 人机干法 可以归结为这七点 我的课堂上 是最不提倡大家死学的 就是你以现在的这个考法 你看看16年 18年 19年的题 死学是很难过的 就是 学了半天 你不知道他怎么考 考的时候你也不认识他 好 我们继续往下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大三 安装进度的控制方法 这个 就是考的很少 就考过两次选择题 我们来看看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图能画 但是内容记不住 那怎么可能 你图都画出来了 你还不知道哪个什么东西吧 什么叫技术 什么叫灌浆 什么叫电铁 这条螺栓 好 括号大一 提高安装进度的方法 很简单的 人家法官 正是因为人家法官不行 所以我就提高人家法官 应该从人家法官等方面着手 尽量排除和避免影响安装进度的诸因素 尤其要强调人的作用 因选派具有相应技术水平和责任性的人员 去从事相应的安装工作 由适当先进可行的时空工艺 配备完好 适当的时空机械和安装进度 要求相适应的自然器具 在适宜的环境下操作 才能提高安装质量 保证安装进度 第四必要是选用修配法 对补偿渐进行补偿加工 补充加工 比销过大的安装累积物场 就这句话 考过两次选择地 一零年一四年 就我们说整个大三考过两次 就考了一个词修配法 所以有必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修配法是什么意思 就他 他很专业 又是我们 一个比较专业的那种 所谓修配法 是在装配尺寸链 尺寸链 如果学过机械制度 机械设计 我们应该知道 尺寸链的组成环中 预先指定一个零件 作为修配件 并预留一定的加工余量 装配的时候 再对该零件进行切削加工 达到进度的一个方法 是不是好专业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可以了 比如说 这个修配法什么意思 我需要一个零部件 这个零部件 它可以是装备成的 我需要它达到一个 我随便举个例子 50毫米 这样的一个要求 我可能只有三个 或者四个 零部件给它组成的 我要它达到一个 这个高度 我就限定这个高度 你必须给我达到50毫米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好那怎么办 我这几个加工的东西 有可能有误差 有正负误差 正负一两毫米的误差 怎么办 那很好 我就把上面这一块 我用它来找吧 不够呢 我也用它来补 它多了呢 我也磨它 这就是补偿件 就是我就指着一个羊毛蒿 我就指对着它来修配 修它磨它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我们说你摆四块麻将去 我这个麻将 我就要求你 累到50毫米的高度 我就拿一块麻将来修 这就叫修配法 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累积误差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你四个累积差 有正有负 所以不一定能算到多少去了 这句话理解吗 理解的话 回复一 不理解也无所谓了 把修配法记住就可以了 也考过两次了 就是我们指着一个来 指着一个来修配 这个东西 反正能达到我们最后的效果 就行了 它就是那个补偿件 我们用它来修配 好 对 修配是前功的事 打一打 摸一摸的事 好 我们继续往下 然后 第五 这个没考过 你读一读就好了 设备安装允许有一定的偏差 需要合理 确定偏差的 偏差的量 及其方向 我们看怎么来确定呢 第一 有利于抵消设备附属 建安装后重量的影响 什么意思 就是 我们不是说 一定要严可言的 它 它达不到 我们允许有误差 这个误差呢 你要注意它的方向性 就是能够合理抵消 我举个例子 这是一个设备 对不对 它最后一个零部件 挖在这 特别特别重 那我就问大家了 你安装的时候 你这个偏差呀 这个垂直度偏差 是往左偏好 还是往右偏好 这不是一下就理解了吧 它有附属键 安装后的影响 你说 它右边安装一个 特别重的附件 你说你这垂直度 当然是往左偏好 往左偏 以后就抵消掉了吗 互相就抵消了 就是所谓的方向 你不能垂直度还往右偏 以后它越来越重 就垂得很厉害了 不是培佛鞋塔 比萨鞋塔 是不是 第二 有利于抵消设备运转 是产生的作用力的影响 这个也很简单 我一个设备 它是震动的 它往右震动 它往右震动 或者是向心力 离心力 往外甩的 你安装的时候 误差偏差往哪走 往左走 抵消掉就好了 第三 有利于抵消 零部件磨损的影响 第四 有利于抵消 摩擦面间油磨的影响 就自念意思 读一读就可以了 也可以用口诀来记 很简单 我们叫孕妇抹油 避免任身为 孕妇抹油 孕妇抹油 我们看一下分别对应的 这个词 负 负属的负 运转的运 磨损的磨 油磨的油 基本上也是最关键的 关键字了 如果是考选择题 是最关键的那个字了 记住就可以了 负属的剑的影响 运转的影响 磨损的影响 油磨的影响 就是这个点 然后再来 括号大二 这个是 设备安装偏差方向的控制 这个基本上也没有怎么考过 就二件考过一次选择题 读一读就可以了 设备安装偏差方向的控制 第一补偿温度变化 引起的偏差 第二补偿受力引起的偏差 第三补偿使用过程中磨损 引起的偏差 第四 设备安装精度偏差的相互补偿 什么止记词啊 不要记句子 温度受力磨损 补偿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剩下一点时间 快速的来做题啊 题目的量也不少 就是我 我我我 嗯 之前一讲也比较细比较多 题目也比较多 所以我只能通过 给大家加快这个 语速的方法 来给大家讲 修配法 是针对一个来打磨的 你们用的是直选法 还是排除法 我就问问大家 18年这要题综不综合 你自己看一下 这是现在的趋势 我们叫什么 叫做单选 多选化 就是以前的一个单选啊 特别单纯 就问一句话 现在的单选恨不得问你十句话 他就这个 就18年资料题 他是把 两个页里面的四段话 随便的隔了好远的四段话 抽了一句来问 又把连车器问了 齿轮也问了 滑动轴承也问了 你看见了吗 滑动轴承也问了 这就叫单选多选化 非常难 就是提高难度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们的选择体度 需要花很多时间 不像以前 问的特别特别失败 你去看一下 17年的那个单选 就一句话 也是问的齿轮 你们用的是 有同学用的直选 也有同学用排除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正确的有 那分别错在哪 你们可以自己总结一下 回忆一下回忆一下 第一个 将两个半连轴器一起转动 因为转多少 90度测量一次 B 圆柱齿轮和窝轮的接触关节 依据侧面的边缘 我们说不要在边缘 很容易疲劳磨损 就坏掉了 要在哪 要在中部 C 滑动轴承的轴顶轴 侧阶系用塞尺 有同学说 麻烦了 就是这个地方没记住 就知道一个塞尺 一个压签了 就是忘了哪是哪了 侧阶系是塞尺 顶尖系是压签法 D 采用温差法装配 我们说滚动轴承 温差法和压张法 因均匀的改变轴承的温度 轴承的加征度 不应高于100摄氏度 答案是120摄氏度 我给大家一个方法 我这个方法还真是 每年帮助了不少同学 就是我有一句话是这样子的 单选里的数字往往是错的 这句话不绝对啊 我说往往 但是还经常挺管用的 多选不敢说 多选不一定 多选相当不一定了 多选因为很多时候 它是需要让你选的更多一点 它数据有可能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单选里边改数字 对初课老师来说太容易了 所以基本上我 看了那么多真题里边 很少有单选里边 数据凑巧就是对了 很少很少 所以大部分你可以 直接就快速的把AD排除掉了 好下一个 17年 你看靠多少 这个关于安装的方式 齿轮装备 正确的是 17年稍微单纯一点啊 他问齿轮 那就都是齿轮的点 我们看一下它错在哪 齿轮的端面与 轴间端面不应 靠近贴合 一读就是错的 你不贴合怎么传动 第二 圆柱齿轮和温罗那 就是半点 一区是层面的上部 这句话说明什么 两个年度的考点 一模一样 连描述都没变 17年18年 所以老有同学问我 他说老师 你怎么讲以前考过的 我就说到重复率 就我们说的叶君分这个问题 不用说了吧 连续两年 1718一模一样的 C用压签法检查 传动齿轮 灭合的接触单点 错没错 我们怎么说的 压签是用来测 间隙的 接触斑点用的是 着色法 如果我们刚给大家解释了 如果不解释死背的话 这句话你确实容易去毁 那你理解了就知道了 压签因为它软 所以间隙 然后接触斑点的用的是 颜色 小齿带动大齿 基准断面与周线的垂直度 因此合传的要求 这句话一定是对的 我们说称之为 常规描述就 没有挖坑的余地的这种描述 往往就应该怎么样 符合什么的要求 往往是对的 比较简单这道题 下一个 战毛 简单吧 这道题 我们看一下 A错在哪 A是不小于 七倍 你说数据要谨慎 楼山中心到基础边缘距离 不小于 七倍 不是五倍 有时候不能太靠边了 强度不得大于 B这种是最最最典型的错误 正着反着说 我经常说数据题不要光看数据 因为盯着数据一看 跑去就选跑了 你不看前面的 究竟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等于 当然是越大越好了 所以B也错了 简口 祝不得有列文 送分的 简口是钻头 不得与基础的钢筋 相碰 对的 简口直径与深度 与帐毛 地脚螺栓 相匹配 对的 CPE 很简单 好 下一个 形状误差 15年考过 15年考的都选 不用背吧 形状误差 谁跟谁比 自己和自己比 那你就想象一下 自己画一画 哪些是要相切的 用一个理想的面 跟它相切 哪些是需要有一个对方参照的 是不是 可以用直选法 或者是排除法 非常快就把它选出来 不用背 ADE 这个点呢 说实话 也是可以考案例的 不一定考形状误差 它将来可以考你 你比如说 转子的测量 二键就考过案例 它就问你转子测什么 答案就是圆度 圆柱度 跳动量 断面的跳动 水平度 你不行 我就把这些形状误差 和位置误差 往上怼嘛 全部写上去 这种也是可以考案例题的 所以正确答案 ADE 很简单 ADE 平行度和垂直度 都是需要参照物的 下一个 白送了啊 这道题 问的是不包括 我们经常说 单选问否定 是送分题 多选问否定 是挖坑题 我们看一下 这个硬度 是我们说 它一定是不对的 基础是什么 回忆一下 基础是什么 我们现在考田空题了 就是你除了 会背七个点 你还得会背七个点 下面的具体内容 地角螺栓测量 环境 不会就画图 就开始画图了 自己就画上了 地角螺栓 什么电铁 设备 开始画上了 然后尺子 刮风下雨 就开始画上了 然后开始展开 因为它后面展开点 也是考过 这个13年考过案例 选择题也考过N次了 基础是 写强度 沉降 抗震 还有什么的 59页里边 59页里边 你这个程序是一定要过的 还有59页上半页的 大写的2的基础 质量验收 其中的几段话 你都可以摸一摸 59页 然后呢 62页 我们不说齿轮 连周器 楼层考过好多次了吗 虽然是选择题 搞不好哪年考案例题 你也看一看 是可以摸的 然后64页 65页 不用说 这个大标题 你是必须会摸的 以及大标题的 下面的一句话 你是必须会摸的 就基础的影响 是强度 沉降和抗震 然后电体的影响 是存在面积 这种的话 这肯定要会摸的 好 我们继续往下 下一个 这道题是 咱们很早了 09年 十年前了 十年前的一个多选 配合比 养护和强度 也是一个 可以考案例题的点 就是我们说 老题新考的 很多很多 就是以前的选择题 拿来考案例了 我们给大家的明诗讲义里边 打了新的 打新 三星就是安理题的考点 如果我们在明诗讲义里边 打三星的 基本上你就该摸了 下一个 电铁的作用 就别备 回忆一下 我们说在桌子底下 电硬币 或者电书 什么作用 电铁就是什么作用 无非就两个 找凭找证和传递力 传递什么力 好好想想 有三个力 好 A 水平度标高 E 设备重量 除了设备重量 还有什么 工作仔和拧紧地角螺栓的预击力 是不是可以单独拆开考桌卷 文定性没有 什么位移没有 二次端枪没有 说的都不相关的东西 那我们说 这部分是可以拆开考桌卷的 传递哪三个力 好 下一个 一次端枪是指什么 又是一个送分题 所以在这个课堂上 是这样子的 那个 第二章 我们进入第二章之后 每节课都会做 一两道 甚至是两三道案例题 后面呢 还有案例特讯 还有实操题 所以你放心 你现在没有基础的夯实 就是没有知识 作为储备 案例题是没有办法输入的 我们 我们输出的 我们既然说有大量的输入 才能够去做输出的工作 如果你现在 还没有知识点的储备 你去做案例的输出 是非常吃力的 之后它问的都是一些 以前的点 也没学透 你是写出来的 所以到第二章 我们会进行 这个不用担心 白送给你的 低脚螺栓 粗 导正 然后二次冠将是 基础与 你做 经导正 好 下一个 您在什么前 靠什么 靠程序 润滑加油 在什么前完成 这种题有点小坑 容易毒反 容易毒反 就是谁在前 谁在后 你搞清楚了 问工序的 是不是 润滑加油 试运行 太好了 这种题 你再也不是背的了 理解了 润滑加油 在试运转 它问仅前仅后 你可得看清楚了 最重要的是 这几步你要会写 像这种程序 你得滚瓜乱熟的默训 因为它是我们学 将来的一些东西的基础 好 电铁在什么前 又是问几天几后的 不用背了 你想用口诀也行 调装就位前 电铁设置 调装就位 就是不管这个程序怎么考 你都可以 原则 确定偏差方向的原则 明师讲义 暂时是不会讲解的 是我们是给大家配套用的 明师讲义 我是很推荐的 每年因为我们 明师讲义是我编的 一家二年都是我编的 积淀的 花的心血也是很多的 基本上 就是 有图 有表格 有总结 就是代替你看书了 代替你看书了 有真体 有模拟体 什么都有 这二题可以用口诀 对不对 也可以用我们刚刚的分析 都是可以的 快速的就选出来 也不用怎么解释 BCDE 可以用预付抹油 抵消累积物账 那是啥 那是修 修配法 这是完全单关理代了 单关理代了 附属件的影响 运转的影响 磨绳的影响 油磨的影响 BCDE 好下一个 不得使用帐栓的位置 这个也很简单 这道题很简单 有裂缝了 下一个 下一个 这个有白送体 这道题白送的 强度配合比 两户 ACE 这个一次冠将是什么 粗找症 有白送的 修配法 考过两次选择题了 抵消过大的 安装累积 设计问题 你是解决不了的 加工那也是解决不了 那都是厂家的问题 补偿 零部件的装备偏差 也不对 就我们说拿一个 前工来打磨 下一个 这是问的 位置物差 位置物差 位置 就是要有参照物的 对不对 垂直度需要有参照物 同周度要有参照物 圆周度是自己 平行度要有参照物 直线度是自己 ABD 可以用排除 可以用直选法 我们建议大家 不要多选 尽量选少一点 设备技术连接 主要是什么 将设备找正调频后 通过灌疆 将设备固定在 设备技术 有点二口 多读几遍 谁来连接啊 地角螺栓来连接 电铁来 找正调频 然后再灌疆 所以这要 有点考语文的意思 选A 选A 因为他 他把跟后面 这句话串起来 而不是跟前面 这句话串起来 其连接作用的是 地角螺栓 找正调频的是电铁 好 下一个 你看 地角螺栓 通过电铁 找正调频 然后再灌枪 是不是考语文呢 这道题是案例题 自己动笔写一写 会不会 会不会哦 我们虽然讲了 开始自己默默画图了 考过两次案例 自己默默开始画图 我去一秒钟 我去拿一下这个书 我给你们大家翻一下 这是我们二件的 这是二件的 我随便翻一下 里边有 翻译上 就是我随便翻译 里边全是图 全是图 然后概念解析 每一个下面的概念 我都会解释一下 什么 这是什么管 这管是什么作用 你看 去复强度的概念 其实我们都会讲 然后表格总结 就大量的表格 这表格 然后图 每一页都是 然后这一点 讲完了之后 就是有真题 有模拟题 每一页都是大量的图 大量的图 有很多我们实拍图 工程上的实拍图 表格总结 图 随便都是 图 对你们理解概念 非常有用 看它怎么 怎么夯实面的 然后怎么来进行 选择的步骤的 然后华移法 怎么华移的 我们这个排线法 旋转法 怎么旋转的 这都有 然后破口怎么开的 这汉阶工艺法 长什么样子 这都有 然后这些汉阶的曲线 它什么样子 怎么形成的 都有 然后你看我们 这地角螺栓 比图章 比我们养异的 要细很多 然后分很多 不同的沙浆 不同的地角螺栓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节课 连地角螺栓 说很多种 地角螺栓 还有电铁怎么设置的 应该怎么排布 还有你看我们的尺盘轴承 比我们自己讲的课的 内容要细 要多一点 这皮带传输 这尺盘怎么连接的 连周期怎么连的 这东西 因为 因为 因为我讲课 有人说篇幅有限 我没办法 就是我经常扇的时候 我是舍不得的 就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我要是全剪的话 可能都打不住 打不住 就是 不得不去取舍它 就是取舍 那我边说的话 我就没有 没有顾虑了 就是能保留的 全部都保留了 这些东西 T架 导管 这些线槽 都有 都有 配电箱 怎么穿管的 穿线的 都有 是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 每年我们报课 都有 讲义 根据你的需求 你可以是报班 他送给 叫名师讲义 今年二件变动不大 二件变动不大 设计考点的很少 好 讲完了 好了 下节课 我们下周四再见 下周四讲电器 内容更多了 下周四 checks 下周 four 未经许 nue 指望 co